昨天最后仍旧没有提供相关进口蛋品留下的完整资料 我们会持续开发 那这次开发金额可能最高会到的是什么 依照规定是三万到三百万 中央市场会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把蛋的资料补齐全 那现在是不是也要开发 昨天卫生局再次到中央市场会去稽查 市场会告诉我们 他仍然要向农业部长官以及律师讨论之后才能提供 所以昨天最后仍旧没有提供相关进口蛋品留下的完整资料 卫生局将会依法开发 而且持续要求中央市场会提供完整资料 如果仍旧不提供我们会持续开发 那这次开发金额可能最高会到的是什么 依照规定是三万到三百万 那卫生局会经过专业的判断来进行拆除 这一次出访韩国首尔最主要有两个使命 就是城市外交以及青年发展 这一次我们会特别拜会举办世界城市高峰会的东道组 首尔市吴世勋市长 同时也会签署合作会望录 今年也是台北市和首尔市地姐姐妹是55周年 意义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借由这个机会 来跟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主要城市的首长会面 这一次世界城市高峰会也是由新加坡大力的支持以及参与 所以我在出访新加坡七月份的时候 也都在公布九月会参加在首尔的世界城市高峰会 也很高兴这一次会在论坛上和新加坡的朋友再次见面 另外我们也安排和台北市另一个姐妹是柳西兰的威灵论市市长 进行早餐会 同时也会在论坛上与很多主要城市 包括爱尔兰首都布柏林以及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的市长齐聚一堂 那另外我们也会安排参访首尔的大学街 我们也会借近韩国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以及经验 另外我们也会安排参访他们的新创中心 了解韩国在整体新创产业发展的规划 以及相关讲补助的计划